近年來自立建構、低流、潑灑 當代新表現油畫創作的藝術家廖濟英 因為自由奔放的藝術創新理念而得到了許多獎項 這次以維尼斯風光、在地生態等主題 舉辦了相關個人畫展 即使起到明年的1月6日 有興趣民眾可以前往參觀 用特別的色彩以及筆觸 展現出畫作的動感以及張力 以維尼斯風光為主題 畫出當地風情以及文化 打破以往畫面的傳統性 不求寫實逼真 而是透過畫來傳遞最真實的風貌 那透過這個景物的房子、水都、還有貢渡拉船 那貢渡拉船我畫了兩頭還有三艘 那這個本來是一個系列 那我把它拆成兩個 那合併起來的話 它有一種異曲同工之妙 我本來就是計畫把它變成一個水都的大場域 那場域的這個繪畫是我比較喜歡的 因為整體氛圍的呈現能夠帶給觀者很大的迴響 廖精一投入畫作時間長達30年之久 也參與過不少國內、國外的個人特展 以及大型的藝術展覽 凡事都以掌握藝術的整體氛圍作為優先的考量來創作 追求食與值 對於桃園也有不少的感觸 廖精也以桃園生態蹄塘來做發想創作 呈現出在地風情 在秋冬之際我來到這個蹄塘附近 看這棵樹的生長形態 那個環茂的、落葉的、落葉繽紛的 還有整個那個感覺 這個造型感非常好 那我想我本身畫室 兩間畫室以前都在桃園 那我創作也是在這邊扎根 那這也就是說我們要把地方特色 本土的感覺把它體現出來 這次特產從即日起到明年的1月6號 就在文化局展覽室舉辦 有興趣欲睹當代新表現油畫創作 藝術家所創作的作品可前往參觀 桃園有限新聞 林瑞鋒 桃園長文報導